大家好,我是郭亚秀才 这个视频呢,咱们深度点评有四半块 好,那么呢,结合个股像江西铜业,纸巾,矿业,西部矿业,中国旅业,云旅,南山,神火,长旅等技术点评 请供参考,不足为买卖依据 好,那么我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 今天盘面的话呢,其实是属于冰火两重天 那么对于商量指数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探底回升 探底回升的话呢,其实指数而言,它是假扬收跌一个指数点 但是呢,今天接近百股涨停 而且呢,是属于局部,行情火爆,局部 那么呢,是属于调整依旧 好,那么对于创业版指数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今天也是属于这样的视频 好,那么对于当前来看呢 其实行情主要集中在什么方向呢 主要集中在像西图,有色,吸取资源,钢铁,煤炭等等 那么咱们重点围绕着有色板块呢,进行点评 好,那么首先,那么对于稀土,它是有政策的一个加持 这个加持的话呢,主要是像稀土,稀土管理条例 以及呢,近期又出现新的声音 它今天是属于一个,继续相当虚命,继续相当加持 而对于有色资源类的话呢,跟近期传言将准有关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有色板块指数 那么有色板块指数呢,咱们前面讲到过 对于有色方向的话呢,一,它是向下回车到140年均线附近 获得支撑,获得支撑之际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好 就咱们三线操盘的一个事项来讲 140年均线对于,好 有色板块的一个作用来讲,它还是 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好,140年均线,140年均线,140年均线 但是呢,到144年均线的位置 是不是说一定就能够大幅上涨 不一定,但是呢,我们来跟踪 跟踪了一个视角的话呢,这位的反弹 它对应的没有持有的量能的配合 好,再度回车 再度回车也没有破前面的地点 那么这个位置再度走强 实际上它是一个量能价格 它是一种双提振的一个作用 双提振的故事呢,当前是沿着五军线的爬升 沿着五军线的爬升,有量有价 那么呢,咱们前面讲的一个基点 有量有未来 只不过呢,对于有色板块的话 我们一方面来关注的是 它能不能组织持续性 什么组织持续性 它需要什么,需要两个条件 哪两个条件呢 第一个条件是资金,要持续性 那么我们来看前面的 好,这一天作为一个启动点 它和前面相比较来讲的话 是属于大幅放量 结果呢,第二天又属于继续大幅放量 第三天继续大幅放量 第四天的话呢,量平 不能保持放量了 后面缩量 一旦呢,放量之后 持续缩量 就是行情的由强转弱 由火爆到降温到调整 那么当前呢 对于有色板块指数的话 那量呢,而言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先是温和放量 今天呢,是属于像 再一次大幅放量 大幅放量过之后呢 那么对于 有色板块指数的一个技术表达来讲 一方面它突破了前面的高点 其实呢,突破前面高点 资机 MSD零轴上方 击他状态 当前的话趋势是 向好没有任何的 坚顶的气象 那么通时的话呢 我们要防范 防范的是什么呢 那么既然说有色板块 咱们刚才讲的一个层面是属于 能不能得到资金的持续的配合 只要说得到资金的持续配合的话呢 那么它就能够 还能够延续往上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 对于有色板块呢 它特殊一点 我们要结合 气货市场那个表现 如果气货市场有这样的公正 那么它的持续性就更加可靠一些 好 最后呢 再观察内部有没有风向标的存在 有没有风向标不断的走强 不断的 好表现 那么对于有色板块指数呢 当前的一个走法呢 是属于 嗯 量价起升 刚刚突破前面的高点 像这种走法的话呢 用长龄角度来讲 先观察等待一个顶分 或者说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连续冲高过程 再往上 防范呢 是呃 偏离五军 或者防范呢 是预警开线 但是呢 内部的话呢 它必然只要说量能保持住 内部必然会有不断的涌 涌现出一些个股的机会点 好 那么我们看个股的表达 个股的话呢 其实咱们像江西同业 紫金矿业 云旅南山旅业生活长旅都是从旅方向 咱们也以这两个方向的个股作为点评 好 我们先看一下像江西同业 那么像江西同业呢 这一次个股 它的一个做法呢 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超跌的属性 超跌的属性呢 对应了从前面的30块8毛2 一路下跌 跌破了144年均线 跌到21块4毛2 那么下跌过程的话呢 那么其实当前还仅仅出现 这样的一个拐点处 什么拐点处呢 下跌反抽 再下跌反抽 那么对应的话呢 我们来看 好 真有量有未来 就是存量风险大于机会 在这个阶段 它的持续没有量能的配合的 没有量能的配合 MICD呢 在这样的阶段 使查过之后 下临州 在临州下方请徘徊 当前的话呢 MICD也是在临州下方 只不过在临州下方的 同时当前呢 临州下方经差状态 那么呢 靠近临州 那么今天呢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方量 方量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它的一个剧情 从开线的角度来讲 一样穿三线 一样穿三线的话 那么后面可以 观察的是什么呢 140年均线 只要140年均线不破 那么后面呢 贴的140年均线 可以作为一个 观察点 或者是 低息的一个节点 用技术角度来进行 这样观测 好 同时的话呢 下方又可以把它 这个位置做一个小的平台 做一个更 分钟级别的小的平台 我们来看 分钟级别小的平台 例如下方的话呢 这是低点和低点相连 这个位置的话呢 好 高点和高点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 来看待 是一个小平台突破 后面呢 主要说震荡也好 回射也好 主要不破 那么对应机会点 然后呢 向上延续跟踪 如果说能够沿着五军向上爬升 因为当前的五军也是刚刚 好 即将接触 140年均线 那么接下来呢 如果说沿着五军向上爬升 五军不破可 只有偏低五军可见 这实际不破可 低息用这样的维度来就跟踪也可以 好 这是江西同意 好 同样的像江西同意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他的呃 基本面的一个视角而言的话呢 他在2021年的一季度是有基本面的一个公正 好 对应的话呢 像这类个股呢 前面挑战的比较深 那么这个时候呢 观察他的量能能不能跟上 以及呢 期货市场当中像互同的表现 好 例如像古籍联动当中 列出呢 像互同 如果说没有 没有期货市场像互同互履的一个公正的话呢 那么有色方向 他不太容易走 持续性 如果说互同互履 你后面呢 列出像 呃 晚间包括呢 像早上九点钟 他和爱股的开盘时间会一样 晚上的话呢 对应的呃 晚夜间以及呢 早上 那么如果说互同互履方向持续走强 那么有色才能持续走强 反之的话呢 那么他也制约 有色相上的一个发跌的程度 只不过呢 爱股市场当中 因为前面挑战的比较深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纸巾矿业 那么像纸巾矿业的话呢 它的盘值比较大 那么当前的话呢 还偏 今天虽然是 偏 虽然说是一个放量 反爆阳线 但是呢 它的一个节奏点的话呢 还属于这样的一个 呃 140年均线的压制 140年均线压制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上方还是有明显的 这样的压力所在 一个是 虫码的一个密集区域 上方套路虫码的话呢 非常明显 在11月上下是一个 重压力区 而且呢 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 呃 前面交易的一个盘整下跌 所以说呢 对应的 对于 纸巾矿业来讲 他没有 他想要走强 或者想要进一步 呃 形成这样的机会点的话呢 那么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 还差一些 差什么地方呢 这个位置有个平台 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平台 也说呢 他当前的一个走法 均匀呢 假如140年均匀 沉压 上方的这个平台 也是沉压的一个节点 好 那么呢 对应的在11月上下呢 他就是有这样的套牢 充满作为压力所在 所以说呢 他想要一口气上去 需要什么呢 愿望是 例如说七卧市场当中 互同出现大涨 然后的话呢 整个板块方向 能够放量之后呢 再呈现这样的量能 他才有机会呢 哎 向上走强 否则的话呢 如果说量能一旦跟不上 那么对应的就是一个 哎 冲高回落 或者是基于震荡 或者是 考鉴一下 140年均匀的位置 就是前面这样的一个平台下沿 可能冲高出后呢 可能还会有 有个震荡的一个做法 目前为止呢 就是还没有真正一张突破 好 这是纸巾框叶的一个 态度 只不过像今天 既然是有这样的量能来看 那么呢 我们还要重点看什么呢 他量能能不能有持续性 MICD的还在零楼下方 那么后面呢 他只要说 真正真正 持续带量 占140年均线 然后的话呢 MICD上零桌 那么他才是一个重要的 观察的一个节点 好 这是纸巾框叶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西部框叶 好 那么西部框叶的话呢 他的一个走法呢 是属于今天 在同方向当中 他就属于这样的一个 手把涨停 那么涨停的节点的话 以涨停板的方式 突破140年均线 好 而且涨停之后呢 他是属于没有开板的 没有开板的 可以把它作为同方向的一个小 小周期的风向标去看 而且今天涨停的节点的话 是属于涨停撞停 以涨停板的位置呢 最后是前面站的一个平台的 节点这个位置 所以后面呢 看他 如果说 这个位置呢 能够 能够横得住 就是不出现 快速的这样的调整 而是呢 继续高举高打 或者呢 带量持续往上越过这个区域 他可以视为呢 再度突破 这是西藏匡业的一个跟踪视角 而且呢 像西藏匡业之类个股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在这个节点呢 他可以用 手把的一个 用手把矩金的一个视角 下方 11块5 冲高 回车 再冲高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小的 平台的一个突破 好 可以把这位置呢 做一个小的平台的一个突破 突破过之后呢 上方 这个节点呢 是有一个成下 他自己涨停撞顶的方式 涨停撞顶的方式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如果说能够 持续走强 就是呢 他要是能够向上进击 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个效应的话呢 对于整个 同方向 他是一个提认 如果这个位置呢 冲高 一旦呢 不能连板 那么对应的话呢 前高有成压 以及呢 对于整个方向来讲 他也是一个人气的一种 就呢 还是观察是有没有风向标的形成 好 这就是西部 框叶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那么下游这样的小的平台 上方这个位置呢 看他能不能直接越过去 能越过去 而且量能配合 能够进击 他可以做风向标来就看 如果越不上去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 如果回射 靠近下方这样的平台 靠近 也就是靠近五边的位置呢 他可能还是一个 用提高的一个节奏点 可以去跟踪 好 这是西部框叶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旅业 那么旅方向的话呢 对应的 好 那么对于旅的话呢 今天中国旅业呢 是唯一的商店吧 所以说呢 中国旅也可以把它作为旅方向的 这样的一个龙头和风向标 风向标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看 他的一个做法呢 是属于小的平台的一个突破 这个突破的话呢 你也说 对应的在什么 在五块五五这样的节点 他前面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高点 高点相连 这样的一个平台 他去的前高呢 就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的话呢 那么对于中国旅业来讲 我们再来看 好 他的属于呢 好 上五盘 涨停 然后呢 一直封死 那么对于中国旅业呢 因为他本身呢 盘子又比较大 盘子比较大的话呢 那么这类个五的肯定是这样呢 可以把它作为 整个有色 或者整个 呃 旅方向的 这样的一个风向标去看 如果说这样的个五呢 他主要说 他的剧情呢 分为几种 第一种的话呢 如果说能够继续连板 那么对于整个方向 他是肯定是一个提振 第二种 如果说后面的冲高 他没有继续连板 但是呢 没有出现这样的长上 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高开地度 大英镑 那么他对于整个方向来讲 也是一种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那么再往上 其实就突破前高了 如果说突破前高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他只能用趋势的角度去跟 跟的话呢 就属于 好 先坚持武军 沿着武军向上爬升 那么还是强制状态 那么武军不破可自由 偏力武军可减持 十三步步的利息 用这个维度呢 来进跟踪 好 这是中国旅业的一个态度 那么如果说出现回次增大 那么呢 考验的节点呢 就是五块五毛五 五块五毛五的位置 只要不破 那么呢 可以把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小的平台 次级别来讲 这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向上离开段 好 那么从一个更大的一个维度来讲 前面这个位置也是一个 好 他的属于什么 这个节点 他是一个五分钟的 这个位置是一个盘整下 这个位置是一个盘整上 但是呢 两个中枢基本上是区间是重合的 可以把这个重合的区间呢 作为一个重要的 技术支撑区域来去对待 好 这是中国旅业的一个跟踪视角 好 那么其他的话呢 那些说对应的 像云旅股份 云旅股份的话呢 他前面的从一十五块四毛 四毛七 一路下跌 跌到140年军业附近 获得反弹 那么对待这里 个五的话 上方有压力 这个压力呢 指的是上方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好 上方在这个平台的节点呢 他是明显是有这样的压力的 好 那么下方的话 又有这样的支撑 所以说呢 对于这类个股呢 他很容易冲高回落 就是呢 如果说相当冲高 不能持续的 但有强有力的一个公正 就算了期货 市场能忽虑 持续走强 然后 爱不得 量能持续放大 如果没有出现这种公正的情况下 很容易冲高回落 所以说呢 像这类个股 即便冲高不严离追 但是呢 下方有这个小的一个平台 作为一个依托 依托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如果说贴着五军 他可能会有这种反暴的一个节点 好 那么像南山履业的话呢 对的也是如此 也是呢 上方前高这个位置呢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小压力 下方的话 140年军 作为一个恒星的支撑点 50呢 刚刚上了140年军线 形成拐点 那么今天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放量阳线 放量阳线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用潜伏和低吸这个视角 可以去持续跟踪 好 这是南山履业144年军线 作为一个原则建设 捐手位 回踩不破是机会点 那么呢 破了144年军线的话呢 那就是一个圈转弱 重新回味到震荡里面来 震荡里面来的话呢 如果说整个有势还走强 只是个股本身 有内部有轮动 那么呢 他的一个跟踪视角的话呢 是可以用这样的维度来去来去看 列出的地点和地点相连 好 那么当前的这个位置呢 他又可以把它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突破的 小平台突破的手法 而军线的位度达了五十三五天线上穿 一百四十年军线 十三年军线即将上穿 那么如果后面呢 回落铁武军可以作为跟踪的节点 或者低期的节点 好 这是南山履业的一个跟踪视角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那么对应的话呢 像身后股份也是在一百四十年军线的位置 上方也是有这样的压力 上方的压力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从充满的角度来讲 十好 当前的位置呢 对应的 例如从十块五到十二块钱 这个基点呢 是一个充满密集区域 套路充满密集区域 套路充满的还是比较重的 那么从他的一个位置上面来讲 对应的话呢 就是前面这样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的话呢 对应的就他的一个压力区域 好 下方的话呢 对应的从八块五毛二 出现这样的一个联系下跌 出现十字星 相当变盘 相当变盘过之后呢 连续这样的整理 带料 站在一百四十年军线上方 这么一百四十年军线上方呢 五十三一百四 就是刚刚形成这样的一个拐点都排列 那么接下来呢 沿着均线进行跟踪 就算贴五军 贴十三线均线都可以作为第七的节点 十十年军线的作为一个自损的一个参考 参考节点 如果破了 站不上来 作为一个自损的一个 参考也是可以的 这是生活股份的一个跟踪视角 好 那么呢 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像仓略股份的话也是如此 仓略股份的话 其实也是属于在一百四十年军线 以一百四年作为一个原则线 线上为强 线下为弱 不破 那么呢 可以沿着均线进行跟踪 好 那么这是对于有色方向的 好 那么对于有色方向的话呢 个人的观察视角 就当前很明显 就属于吗 像科技方向的话呢 是属于 今天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近乎全面性的分化和调整 好 分化和调整之际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其实今天主要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行情主要就集中在 一个是化工 一个是 有色 吸 土 资源类 再则的话呢 例如说像 能源池 燃热电池 氢能源 离电池 皮卡检测 就是今天核心的话呢 是属于 有色 吸 土 方向 再其次的话呢 是属于像化工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他讲的一个 内容 例如说呢 像化工方向的 然的话呢 像有色钢铁煤炭 好 在这的话 骑车 所以说呢 方向选对了 或者说呢 当今天其实是一个方形非常火爆的一天 如果是航性 如果说方向偏了 或者说呢 阶段性的 那么他今天呢也是属于是属于两极分化的行情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延续上的风格 还是说 哎 当指数稳上去之后的话呢 会为科技从捐资重来 那么我觉得呢 一定要不要把所有的运气 所有的筹码读在一个方向 好 那么对于当前的盘面来讲的话呢 咱们讲到一个节点 就属于呢 他的一个维度 个人呢 坚定的 看反弹 就算对于指数来讲呢 个人认为大概率还是往上走的 而且呢 对应了实现周期的话呢 可能在两周左右 在这两周左右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当前像周期类的 像稀土有事 然后的话呢 像化工等等 这是一个方向 现在呢 正在法理当中 那么此处之外的话呢 那么对于像大金融方向的话呢 一直是属于让人失望的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会有一次轮动的机会 然后的话呢 像科技方向过程当中 他也会不会一下子死掉 他只是 哎 高速不是寒的 一定要注意风险 然后的话呢 内部的轮动也会存在这种 板块的轮动和内部的轮动的一个需要 所以说呢 在这个节点当中 不要太焦躁 但是呢 具体个股 当然的板块 也有这样的节奏 就是呢 分散 重点 例如说呢 像周期方向的 像科技方向的 那么呢 管理好仓位 配比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记得留言和点赞 那么以上呢 只作为技术巩固经验分享 而不作为买卖依据 最终能不能直于走强 那么呢 按照不管是资金的面 资金的角度来讲 还得说是公正的角度 还得说有没有 风向标的角度 那么跟踪去分析 而不是 作为 而不是作为外卖依据 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多维度经营跟踪 好 再见 再见 好 好 好 哦 好 好 好